年轻不养生 有各种保健品 但壮阳真的能补肾 坊间流传的补肾大法 有用吗 今天我带大家分析分析 进入透析后 肾友们越来越关注 自己的营养状况 也听信了很多谣言 踩了很多雷 比如海参补肾 乙行补行 多吃黑色食物补肾等 肚娘随手一搜 就能搜出来的补肾食物 真的靠谱吗 肾友们一定要理性看待 跟着我帮你避垒 一 生蚝 在夜宵摊买过生蚝的 都应该看过这句话 男人的加油站 女人的美容院 这是真的吗 生蚝 学名为牡蠣 中医学中本草经书 有记载 牡蠣 肾虚无火 惊寒自出者非疑 肾虚惊寒 不适合食用生蚝 生蚝是一种高票令 含优质蛋白 高钾的食物 每100克生蚝的钾含量 达375毫克 急性痛风发作期 有高钾血症的肾友 不建议食用 透析肾友嘴馋 吃一至两个也没问题 但要注意自身身体情况 和食品卫生 尽量不吃捞汁小海鲜里的生蚝 不生食生蚝 2. 韭菜 男不离酒 女不离藕 肾不好的人不要吃韭菜 这些不食的流传 都给韭菜带来了伤害 其实韭菜就是一种普通蔬菜 和其他绿叶蔬菜一样 富含膳食纤维 维生素 蛋钾含量较高 没有伤肾和一些虚无的功效 肾友们按正常蔬菜量 进食即可 3. 海参 海参的蛋白含量高 蛋却是一种非优质蛋白 消化吸收率较低 对肾脏负担较大 所以肾友们并不适合吃海参 经济条件好的的肾友 进食一至两个海参 也不是不可以 但不如几个鸡蛋 补充营养来的强 4. 狗肉 狗肉 中医称为辛辣燥热之物 认为性未咸 温 热性较大 食用过多亿促发炎症 且深圳及珠海 已有条约说明 进食猫 狗肉 但仍有部分人认为 狗肉是传统 不应该进食 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伴侣 爱慎网不建议慎友们吃狗肉哦 5. 动物肝脏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以行不行 对食物都存在老观念 吃拿不拿这是真的吗 动物内脏 是透析肾友的一大禁忌食物 动物内脏的含磷量 含钾量偏高 还含有票令 胆固醇等物质 对于高血钾 高血磷 高尿酸血症的肾友 都不建议食用动物内脏 需要严格忌口 6. 猪鞭 鞭 是各种雄性动物的生殖器官 并不是什么稀奇珍贵的东西 不要抱着它有神奇功效的心理 去食用它 无论是猪鞭 牛鞭 还是羊鞭 是没有提高某功能作用的 其实都是从动物身上 割下来的一块蛋白质 肾友如果喜欢吃 可以吃少量解解馋 但要注意食用的时候 调味品不要放太多 防止油脂食用超标 医生坦言 真正补肾的是这四种食物 不论男女 不妨常吃 第一种食物 黑芝麻 黑芝麻富含丰富的维生素液 钙质和铁质 对于保护肝脏 滋养肾脏有极好的作用 李伟开始每天坚持 摄入一小把黑芝麻 不久后 她发现自己的睡眠质量 有所提高 头发也变得更为浓密 医生解释说 黑芝麻中的天然成分 能有效促进血液循环 对于改善肾功能 有明显效果 第二种食物 核桃 被誉为脑石的核桃 其实也是补肾壮阳的佳品 它富含 欧米加 三脂防酸和新元素 能有效提高男性核尔蒙水平 李伟开始将核桃 作为日常小零食 她惊喜地发现 不仅经历有所回升 连记忆力也有所增强 第三种食物 枸杞子 在中医里 枸杞子有着很高的药用价值 特别是对于补肾一经 李伟将枸杞子泡水饮用 不仅口感甘甜 还能感觉到身体逐渐回暖 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许多 医生提醒 枸杞子虽好 但也需适量 过量可能会引起不适 第四种食物 巴西坚果 巴西坚果含有丰富的锡元素 这是一种对男性健康 尤为重要的微量元素 能有效提升身体免疫力 和生殖系统健康 李伟在饭后吃几颗巴西坚果 他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明显改善 整体感觉更加年轻有活力 综上所述 真正对肾好的是科学饮食 做到平衡膳食 让每一种食物发挥它的营养特点 我们人体 每天需要不同的营养物质 每种食物都有优缺点 每日进食足够量的碳水 脂肪 蛋白质 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 才是真正的对肾好 肾友们应找到 合理的一种饮食方法 不要过分迷信 食物应适量吃 吃得全面 做到营养均衡 减少肾脏负担 肾气不足的人 从头到脚很明显 三个护肾动作 每天锻炼养肾补肾 乔大爷几年前查出心脏病 从那以后 他就特别重视护心 生怕自己发生意外 最近这段时间 他总是胸闷 心计 到医院检查 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但是他总觉得不安 晚上觉都睡不着 老伴建议说 要不找中医调理看看 乔大爷觉得有点道理 于是第二天就来到中医门诊 医生询问了乔大爷身上的症状 又给他把了脉 随后给他开具了两瓶中成药 说是不慎的 乔大爷拿着药回家 当天晚上就吃了一次 就这样连着吃了一个星期 他感觉身体舒服很好 就像胸口压着的大石头 被人抬走了 乔大爷感觉很奇怪 自己明明是胸口不舒服 为什么吃了补肾的药 最后症状却缓解了呢 总是胸闷心计 为什么医生却说要补肾 补肾 在中医上并不是对肾这个器官进行滋补 而是对多个系统进行调养 肾气和肾经是健康的根本 精气十足 骨骼才能拉伸变高 头发才会乌黑浓密 听力 生殖能力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如果气虚精气弱 人体就会疲软劳累 头发枯萎 耳朵瘟鸣 肾经是所有活动的基础 现在患者出现胸闷心计的情况 说明肾气有所减少 无法形成足够的精血乳氧骨髓 也无法保证阴阳平衡 而心脏也和肾冠血液有密切关系 所以从补肾这一点来治疗没有错 当肾气肾经补上来了 气血 代谢一切正常 心脏等器官 自然又能恢复正常运转 怎么样知道自己是否存在肾气不足的症状 教您从头到脚看一看 看头部是否存在眩晕 失眠 记忆减退的情况 耳朵有噪声 有时别人按门铃 自己都听不到 听力下降明显 尤其是晚上睡觉安静的时候 会因为耳鸣而心情烦闷 看牙扣状态 肾经足的人牙好胃口好 坚硬的 酥脆的食物吃起来毫不费力 而缺少肾经乳氧的人 牙齿松动明显 不敢吃太硬的食物 看腰腿精力 肾气减少 骨髓缺少滋养 四肢和脊椎容易疲劳 走路经常腿打软 没有力气上下楼梯 就是正常平地行走 也能感到体力变差 看排尿和生殖能力 肾气肾经减少 肾水不顾 体内的筋液不断流失 就成了小便 以往能睡到天亮 现在明显企液次数增多 而且尿量很大 另外 生殖能力也变得力不从心 经常做的三件事 其实是消耗肾气 别再做了 一 早沉起来吐口水 口水其实是身体里产生的筋液 是肾水精华 对肾脏有养护作用 自古就有 口齿生经验下养生的习惯 因此也有尘不吐口水的说法 但是有的人认为 沉起后 口中有很多细菌 而且嘴巴很臭 所以总是忍不住把口水吐掉 顺便在清理下嗓子里的痰 产生口水会损耗肾气 若把它吐掉 相当于白白浪费肾气 不利于护肾 所以这种行为要改掉 二 闹钟铃声太大 从睡梦中惊醒 身体处于睡眠状态时 我们的肾正在收纳精气 这个时候突然被铃声吵醒 而且处于很惊恐的状态 精气就会溜走 你会感觉胸口砰砰跳 还有点头晕 这种行为也不利于养肾 叫别人起床的时候 也不要用力胎醒别人 时间久了都会损耗肾气 三 站或坐着时间过久 肾经从脚底往上走 我们在久坐或久坐的时候 肾经是淤堵了 不利于养肾 另外 体内的气血运转较慢 要消耗更多的肾经 才产生气血 这也是一种 消耗肾气肾经的行为 要尽快改正 三个护肾动作 每天记得坐一坐 一站或坐着点脚跟 坐销售或办公文员 每天不是坐就是站着 气血流动很慢 时间久了对肾不好 不忙的时候 可以抬起脚跟点脚 感觉脚背有拉伸感 注意保持几秒钟 然后平稳落下 感觉脚跟和脚心有震动感 用这个方法能刺激气血 从下往上流动 带动肾经运行 脚后跟有骨刺的患者 在进行的时候要注意 如果脚后跟比较疼 要放慢动作 二早晨醒来后扣齿生筋 闹钟响起来后 不要急着起床 用舌头在牙齿周围舔一舔 唾液有一定杀菌的作用 帮助保护牙齿 然后再扣机牙齿 刺激口水生成 最后咽下 口水就是肾水 产生的口水在反补机体 对养肾护肾有好处 三左右扭腰 前后弯腰 腰是肾腑所在之地 早晨起来容易腰疼 一天工作结束 也容易腰疼 而腰疼说明肾脏失痒 此时可以左右转动 腰部扭一扭 既能缓解姿势带来的酸痛之感 也能让肾脏得到按摩和疏通 然后再向前弯腰够腰背 拉伸经络建肾 随后向后弯腰 改善脊柱酸痛 骨骼强健了 也有顾护肾经的作用 当患者出现胸闷 心悸的状况时 可先做检查 以防心肌缺血 若检查不存在问题 可以用中医调理 养护肾经肾气 身体产生气血 乳氧代谢的速度加快了 经络自然就不容易淤堵 胸闷的症状也会得到改善 最后 大家应改善损耗肾气的行为 少熬夜 久坐 吐口水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